人山人海 红海一片 将近900位代表出席今天的土团党特别大会 经过两小时的闭门会议之后 土团党通过增加与修改79项党章 除了修改党章外 何时党选也成为外界的焦点 我们现在有协议到18个月 但如果我们要去18个月之内 可能会被NPT决定 我们有某些事情我们需要做 先为我们可以兼断的叛选 例如清理属的叛选 确保我们在家里的叛选 我们用了一句 他们要去叛选的叛选 所以这个练节目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能够结束这年 我们将期末端的选举 除了土团党之外 明提尔博恩关注西蒙的最新动向 对于武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日前声称 西蒙内斗将导致西蒙破裂时 属相敦马哈迪发表了看法 他有很多经验 比斯蒙盖和巴布鲁南 所以他都知道全体 他也有允许 另外针对昨天内阁拍大合照 引发内阁即将改组的揣测 杜马做出澄清 昨天有几个时候 所有的队长在厅里面 所以我们想拍摄所有的队长 你会在这里吗 你会在这里吗 除了内阁改组 杜马何时交往首相一职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背问集 有人认为 如果人民要杜马完成任期 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 杜马回答说 自己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 我已经做了我的承诺 我保持我的承诺 什么其他人说 是自己的意见 不是我的 好的 阿弥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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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